五毒有偶工作室剧团进入五节旧古仓六年 不仅成立了利泽国际偶戏艺术村 引进国际艺术家进驻 还积极把偶戏推进校园跟社区 这次剧团特别来到利泽社区活动中心 教社区长者动手制作自己的偶 未来还希望安排长者在遭昂可以制作大型偶一起同乐 感谢利泽偶戏村跟社区配合 来教长者制作木偶 让长者跟偶戏村能够结合 来到外面表演 再感谢 这一次因为也是利泽偶戏季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也来动手玩创意 所以我们就老师进到活动中心里面来带他们自己做一个偶 那我们就要想说怎么设计让他们很简单很有成就感 但是每个人要做出来不一样可以有创意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这一次做完以后都很有心得 然后很开心然后越越欲试 所以我们下一次就准备来希望说 像以后我们元宵招昂 就希望也可以带他们自己做这个偶来参加招昂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其实是就是开启一连串一连串未来很多这个在地跟剧团来一起活络社区这样的一个契机 对于能制作人偶社区长辈非常开心还为自己的偶来取名 相当享受制偶的过程 甚至觉得上台表演很有趣还主动用偶跟台下观众互动 过程相当热络 长者蛮幸运的因为有这个偶聚大家做起来都蛮愉快 心情都很开朗 而且在制成的过程中大家都很协和很和谐 做起来蛮有心得 我这一只就是安妮 我把它起名字叫做安妮 可爱的安妮 我是漂亮 因为我很爱漂亮 所以我把我卖了 也争到漂亮 我又把她的头盆洗头 还有脖子 还有白粉 还有睫毛 我也很漂亮 所以还有围巾 我们的披风围巾很漂亮的 所以我出来也就是要让她这样漂亮漂亮 大家都说你很漂亮 爱心 有不懂的我们就问老师 老师会帮我们帮她用 然后就说要帮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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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就帮我们处理一下 这样给我们指导 所以谢谢老师 让我们给她有成就 帮她做得很好 大家都很有信心 出来表演很开心 在学习制偶的过程中 长者开心接受偶戏春老师的指导 努力首脑并用 创作属于自己的人偶 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 相信这是跟社区合作的契机 期待在地的民众 也可以成为见证立则偶戏基地 逐渐壮大的重要一员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